12月30日消息,日前,蓝网后卫詹姆斯·哈登接受了ESPN女主持人Malika Andrews的采访,谈到了自己减重后状态复苏,称赞球队老大凯文·杜兰特是MVP。 主持人Malika Andrews提问,赛季开始时我曾经采访过你,你说今年是这么久以来感觉最好的一年,你现在感觉如何? 哈登回答道,当我减掉一些体重,我的感觉会更好,爆发力也会更好一些,我的计划就是一个,赛季逐渐变得更好。 主持人随后提问,你在生涯初期和杜兰特在一支球队雷霆,现在你们两个再次并肩作战,你怎么看他的表现? 哈登回答道,他现在技术完美到极致,他拥有与生俱来的天赋,他知道应该去到哪个位置得分。 当他去到他的位置之后,对手的防守就不存在了,能否得分就完全取决于他自己。 主持人问,你认为他是联盟的MVP吗? 哈登一脸认真的回答道,当然了,他肯定是。 随后,女主持又说,NBA总冠军事。 哈登回答道,是我的目标,终极目标。 实现目标之前,我会一直努力下去。 对于哈登的这一番彩虹屁,网友们纷纷表示,他说FOR事的时候眨眼了, 他在撒谎,多认真的表情,大哥在我灯心中,是最好的,我大哥天下无敌,胖胖别谦虚啊,你曾经也是MVP啊。 我大哥就是MVP,你这胖子,我刚回归你就开始奶了是吧,这赛季的MVP男喽,展望FMVP吧,继续吹,大哥很喜欢,灯子。 我大哥天下无敌,肯定不是毒奶,别瞎猜了。 阿渡绝队是联盟里,为数不多能让灯子心服口服的大哥,哈登说话滴水不漏,好大一口奶,哈登,我不肯定他。 他不给我买奶昔,杜兰特稳稳当当,最符合哈登利益的选择是,不夺冠离开,加入勇士或者太阳,这个需要魄力。 夺冠千一,邀合同,这个也需要魄力。